您好,我是燕營,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新闻一开始,要带您快速浏览北美各地最新要点 ZDC宣布,Delta变种病毒已占全美所有病例的83%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今天表示 在印度首次发现的Delta变体 现在估计占美国所有已测序COVID-19病例的83% 这比7月3号那一周的50%有了显著的增长 过去一周,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增加了近48% 平均每天239人 最好的一天,贝索斯今天早晨成功飞入太空 火箭是在东部时间早晨9点13分左右发射升空 亚马逊前执行长贝索斯今天和另外三人成功飞向太空 他飞行的高度为351,210英尺 比之前英国亿万富豪蓝布森的太空之旅还高了6万9千英尺 在成功回到地球之后 贝索斯在火箭里说这是最好的一天 可能被利斯特军感染 Give&Go食品召回松饼产品 Give&Go公司今天宣布 在全美资源召回26款松饼 因为这些产品可能被利斯特军污染 可能出现高烧、剧烈头痛、恶心和腹泻等症状 也可能会导致孕妇流产或死产 消费者可拨打1844-366-1171向公司查询 绞生本周六举行两场线上癌友互助会 绞生癌症协会于本周六邀请到UCLA血液与肿瘤科齐多家医师 City of Hope血液与肿瘤科王州小军医师 透过Zoom在线上举行后疫情时代的癌症照护 及乳癌化疗、荷尔蒙疗法新知专题演讲 欢迎肺癌及乳癌的病友与家属踊跃跟我们参加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